讀書時想這份工作可以做到七十歲 因為你欠一支筆 又沒想過會出現一個裁員的電話 他已經在抖著 正式握著 我說為甚麼 他說不好意思 還是選了你 然後我就嗯 任職記者超過二十年的Abby 因為兩年前的這個通話 令他不禁反思 傳媒是否一個值得留守的行業 要再轉變是不難的 你要再投身進去 但反過來就是 剛才說的健康問題 你無法全身投入 你需要休息 你需要一些生活的轉變 Abby 身為本地報康的突發記者 生活作息時間不穩定 令她身體健康大打折扣 因為健康原故 她在五年前在網上尋找天然食療 還開始製作天然風乾水果 服在網店賺取外快 加入實業大賓的她 用了幾天時間考慮 就決定結束二十年大公仔生涯 專心發展她的乾果事業 對於三果上的認識 我覺得香港沒有這些產品 可能正正成本太高 沒有人做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所以我有機會去試 闖出一個天 全手製水果缸無利不高 而且產量有限 對經營生意日曉不痛的Abby坦然 開業兩年仍然未達收支平衡 雖然一直處於首頁階段 Abby還做了一個龐年眼中非常傻的決定 在一年前聘請一位藥能人士作為助手 其實我都知道我是一個小店 即食都未有賺的時候 你還要給一個他們可能能力 未必幫到你的人 上年二月來的時候 二月來的時候 我花了半年時間去訓練 而這半年裡面有很多脫髒的事情 半年磨合就要找她的優點出來 很多事情都很快上手了 我覺得是證明沒有請錯人 也印證了我當初去找一個機構 然後去幫我找一個不太突出的人的時候 這件事是成功了 跟Abby拍拖七年的Derek 原本在傳媒機構任職涉機 幾年前開始自由職業生涯 當他知道女友的創業計劃的時候 就決定扶唱扶隨 一起打理這間小店 其實如果沒有這壇 我們可能各方向就是繼續打工 而會有機會結婚或者置業 那麽多年賣交 你會不會為了這壇事 搞到… 怎樣說呢 好像逸行者一樣 逸行 逸行 適合腳 可能是好朋友結婚 適合腳 適合腳就在那裡分手 逸行者 但Derek仍然支持到底 這個我會支持 其實他一向都是想幫這些人 這個支持 而且也不抗拒請能力不同的人 因為真的有些事情我們是做 沒有做得到這麽仔 是真的 是真的 那麽仔 這麽仔 那麽仔 那麽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